发生火灾时的正确做法是什么? 当发生火灾时,首要条件就是要拨打119电话呼救。 如果火势小且未对人造成威胁时,应奋力将小火控制扑灭。 当火势无法控制时,应沉着冷静,尽快且有序撤离险地。 撤离时不能乘坐电梯,应选择楼梯、消防通道或有安全出口标识的通道。 逃生时,为防止火场浓烟呛入,可将被丹、毯子等物打湿包裹全身,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,背向烟火方向迅速离开。 发生火灾时,群众不要围观火场,以免妨碍救援工作,或因爆炸等原因受到伤害。